好 朋友们 那么说完了刚才那道术式出法呢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一道术式出法啊 来看这 这道术式出法看起来比刚才那道术式出法 是不是要漂亮一些了 漂亮不漂亮不重要 重要的是好像比刚才那道题目要难一些了 刚才那道多少还有两个小成绩 这个一个小成绩是不是也没活了 就给了两个数 八数 一个是五 一个是八 一个是整除 余数为零 那如何去通过这三个数 把这整个数字谜给填塞呢 那么咱们就得研究一下了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知道的是除数是一个三位数 对吧 除数是一个三位数 这地方有个八 那么有个八的话呢 那说明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八倍的关系啊 对吧 一个八倍的关系啊 哎 三位数 八倍 八倍还是三位数 那说明这个三位数肯定不大 因为如果是两百多的话 是不是就二六一千八了 不是 是不二八一千六了 太丢人了 刚才太丢人了 是不应该是二八一千六了 所以你这个三位数一定是一百多 对吗 那么接下来咱们可以大胆的估算一下 我们来估一下 假如说咱们把这个除数认为是叫做大A吧 咱们把这个除数大A 大A的八倍是不是一个三位数 三位数肯定小于一千 对吧 对于所有的同学都认为三位数数都小于 跟你讲不是所有人啊 就就正常人都知道 这个三位数一定是小于一千 那三位数小于一千的话 A的八倍小于一千 说明A小于多少 有人不会算A小于多少 我教你办法 这个不等号它也是一个符号 就移 直接把八移过来 八移过来 本来这边是乘 移过来是不是就除啊 那说明A就小于一百二十五吧 对吧 A小于一百二十五啊 就出一个来 好继续往后看 刚才有同学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提示 是吧 这个地方是八倍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也是一个小成绩啊 这个小成绩是由谁得到 是由除数乘以最后这个数得到了 八倍还是一个三位数 到这怎么变成一个四位数了 说明你这个地方只能填谁啊 只能填比八还大的 九 对吧 你说明了A的九倍 这是四位数 说明这一定是不是得大于一千 A的九倍得大于一千 那么A最起码也得是多少 想一想 九倍 如果是一百一十一的话 那乘以九是不是就九百九十九啊 所以A最起码也得是一百一十二吧 那就说明你的A应该是大于一百一十二 不能不能说叫大于一百一十二吧 因为一百一十二是不是就已经是超过一千了 得大于一百一十一小于一百一十五吧 对吧 好 那按照这种道理 我现在已经求出A的一个范围来了 那即使是现在求出一个A的范围 事实上从一百一十一到一八十五 还有好多个数呢 还有中间十四个数呢 没局 太辛苦 咱们来想这么一件事情啊 我先把这擦一擦 刚才我们已经推导出来 你这个地方是一个八倍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 是个九倍啊 这是九对吧 那你说明你这个九倍的 最高位一定是几 一定是一 对吧 我们刚才已经推导出来 这个是不是也肯定是一百多 它是一 它是不是一定是一 对吧 它是一 它这个一哪来的 上面减出来的 对吧 上面减出来的 上面减出来的 你说A在这个取决范围之内 你说它的八倍大概是多少 不是八百多就是九百多 对吧 那你觉得它的八倍是多少 有没有可能是九百多 为什么有 如果你是 我们知道下面这个一 是不是从上面减下来的 如果你是九百多 你让谁减 这个地方是不是最多最多只能是八百多 而这个地方 是不是九减八得到下面的一啊 对吧 所以咱们又得到第二个结论 也就是A的八倍 其实不仅仅是小于一千 甚至都得小于九百 一旦你得到了A的八倍小于九百 那么这时候A你其实就可以猜了 A如果等于一百一十一 那就是八百八十八 还可以对吧 但是它的九倍就不大于一千 所以一百一十一不对 A如果等于一百一十二 它的八倍 应该等于八百九十六 还符合 它的九倍 一百一十二的九倍 应该是一千零二九一十八 一千零八 好像也符合 对吧 一百一十二一个了啊 如果大A等于一百一十三 一百一十三的话 乘以八应该是三八十四 应该是九百零四 超了 一百一十三就超了 So So你的大A是不是取决范围出来了 大A就只有一个答案 一百一十二 大A一旦是一百一十二了 那这个算式是不是就可以填写完整了 来同学们 请你把这个算式填写完整啊 并且告诉老师 最终我们的倍出数应该是多少 算出来了 那我们把它把答案对一对啊 八倍 八九六啊 九倍 二九一十八 往前进一 一九得九 往前进一 一九得九 一一 一零零八 那么这个就是八 对吧 零加六 这个是六 零加九 这个是九 好 再往前倒 这个就是六 这个 前面这个是几倍啊 五减几等于九呢 是五减六等于九 六十 十二 所以这个地方是几倍啊 估一下是不是也出来了 应该是五倍 这是不是就六十啊 五倍的话这是不是就五啊 对吧 往前倒 这个就是九 借位 那说明这个是六 所以这道题最终的正确答案 应该就是我们的 六五九六八 除以一百一十二 等于五百八十九 同学们 你们都做对了吗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咱们这道题就讲到这了啊 大家注意 这道题我们在估算的时候 这个范围是不是逐一在缩减啊 我觉得这个估算 又让到的还是挺高明的 希望大家多多注意 好吧 好了 咱们这道题呢 就算是彻底讲完了 好 同学们 咱们所有内容已经全部讲完了啊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得一起回顾回顾 这些课都学了过什么东西了 我们来想想 这些课通过标题 咱们也知道 这些课学的主要内容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横式数字米 一个是数式数字米 对吧 当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的横式数字米里边 我们用到的更多的就是 各位分析 以及我们的小估算 为什么叫小估算 好 那么对于数式数字米的话 我们常规方法 什么各位 高位 近位 借位 还有我们的排除法 这都是常规方法 那么在这节课当中 我们更多的是不是啊 用到的是一个叫做估算 另外一个就是 除法当中那个 一横行 一横行 那个小成绩啊 我们正是因为那个小成绩 所以才对除法中的一些数字 进行因数分拆 是不是去寻找 它这个除数啊 好 这是关于横式数字 最基本的 那么事实上 我们说这节课的重点 关于估算 估算估什么 你别估各位啊 各位那就不叫估算了 那叫精确计算 我们估算是得 借助于高位进行估算 你200多 你十几 一乘2000多 对吧 而且除了借助于高位 是不是还得借助于数位啊 200多跟20几 这是差 一个数量级呢 所以数位分析 是不是对我们 也是相当有帮助的 好了 不说这个了 那我们要讲的就讲完了 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 该写作业写作业 是吧 该讲题讲题 那么在讲题的时候呢 我觉得数字谜这个地方 尤其是注重你的逻辑催理能力啊 你要是中途卡壳了 或者怎么样的 后面就很难进行下去了啊 所以一定要多练一练 我说的这个练呢 就是说 你在给加上讲题之前呢 自己先顺一遍 对吧 你要说为什么不对 为什么对 这样的吧 好了 不说这个了啊 那么咱们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 我们下节课再见 各位们 拜拜 哎呦 这边那个大尾巴图老师嘛 他出来干嘛呀 好像上次他出来 还是那个讲七次同龙的时候 是不是他出来的 出来干嘛呀 哦 给同学们留一个联系方式 是吧 有问题找图老师 这个邮箱是281864168 好的吧 各位们 自然叫做大尾巴图老师 除了挖坑埋陷阱之外 是吧 其他的都还是一个好人 我不会去掉你的 你放心的发邮件就行了 有问题找图老师 没问题的话 没问题就好好做读书 多做一做手工 多喜欢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别啰嗦了 是吧 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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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